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在我能够有限的认识中说 就是佛家里说大自在 那什么叫大自在呢 让自己真实的自己的灵魂 能够突破自己人的肉身的想法 大家公认 我们每一个人用自己的大脑只能用20% 对吧 大概是这样 大家从道理上也能理解 如果能够用他百分之百的话 这个人肯定是绝对的聪明 因为人大脑简直不得了 但是怎么用到百分之百不知道 不知道 人的文化在我的眼睛里就是个 知识和文化 就是个工具 就是个工具 没什么值得炫耀 知识也好 文化也好 他服务于人的灵魂 当人的灵魂受制于人的知识和文化的时候 就把自己的生命扼杀了 如果人有能力 使自己的灵魂突破人的知识和文化的时候 你就是个大自在 这个时候 你的境界不在人中 你的大脑自然就被打开 大脑被打开 你自然就是一个真正自由的人 一个大自在的人 而沉浸于自己的能力 知识和文化 人的层面的诸多人 在你的眼睛里 一目了然 除非他在那睡觉不动魂 只要他一动魂 你就知道这是个什么人 摆脱人的束缚 知识 历史 文化 技术的一切 才能够唤醒自己的灵魂 2016年 我说叫命运和灵魂的一年 原因 人中遇到的事情 有着命运的背景 也就是人的文化 知识 手段 科技的一切 对我们今天人遇到的一切 无可奈何 只能认命 那就要反思自己 为什么成为一个人 德国之声昨天有篇报道 文章题目这么说 Step into a divine land Full of ancient wisdom and timeless beauty Where heroes become legends rép gravity And the door to the great way Is open A Lost Culture returns When Shen Yun takes the stage 上周日香港立法会选举之后 法兰克福汇报写了一篇文章 论述中国最稳固的股市在香港 9月9号法兰克福汇报讲说 如果香港股市像上海股市 深圳股市一样 以政治事件为导向的话 那么恒生股市在周一就应该表现的是下行 毕竟在选举后 香港的未来前所未有的一种未知的状况 北京为此发出了警告 但恒生指数在星期一依然上涨了1.7% 成为了近两个月以来最大的日涨幅 那整个亚洲股市在当天都上扬了 而评级机构把香港股市依然评为双A价 可以把它解释成 那香港股市香港经济的独立性 不受政治的左右 但是你同样也可以解释成 那作为香港人看到立法会选举的结果 给香港人以信心 中共对香港无可奈何 你可以这么讲 它的无可奈何的原因 使香港的普通人年轻人站出来 向共产党说不 来捍卫着香港人自身的基本的尊严 文章讲尽管中共官员在外国记者面前喜欢说 上海可以很快取代香港成为新的金融贸易枢纽 但是讲了七年了 依然不可能做到 因为北京无法放开资本流通 放开金融市场 国家不再操控股市 那目前中国满足这些条件的只有香港 去年六月份中国股市跳水 三分之一的回落 而恒成指数下跌了五分之一有余 结果今天恒指已经回涨了30% 那大陆股市也在上行 但是股市中绝大部分是私人投资 在香港在买卖的主要机构是投资者 而在大陆大多都是独徒 这就是他讲的香港股市的最稳定的原因 而同期呢这个BBC翻译了一篇英国的媒体 文章题目这么说 香港失去了中国购物中心的地位 从香港的一家珠宝店的生意说起 那该店经理讲在习近平打贪腐 和中国经济放缓之前 中国游客在珠宝店一次能花十万港币 现在每个人花费不会超过一千港币的 他说隔壁的有一家珠宝店 跟很多的香港的奢侈品店一样 在生意兴隆了几十年之后 已经结业了 香港失去了中国人购物的中心媒体 他讲了一些具体的 这跟反腐直接相关了 对吧 你看看现在澳门的赌场 你再看看台湾的生意 一样的 这是一体化的 所以我跟大家讲过 这种一体化的做法 直接来自于中国 来自于中共本身 他打贪腐 影响到香港 台湾 澳门 证明那曾经的辉煌 都是把国家的国库的钱弄出来 买了东西报销 周末的时候 台湾的旅游业者举行了万人示威 欢迎陆客 在台湾 示威者除了旅游业之外 包括酒店 餐厅 游览车 等从业行业人员 示威者来自于台湾各地 由11个工会和协会组成了 百万观光产业自救会 原因 中国的陆客 到台湾减少了一半以上 严重影响了 该行业的升级 那相关人口数以百万计 那台湾不能够漠视了 那他讲说 台湾虽然推出了 对数个东南亚国家 简化签证和有条件免签的措施 但是呢 从业人员也讲 虽然对此表示欢迎 但不可能在短期内 改善产业的问题 但是不光台湾的惨难 香港也惨难 澳门也惨难 澳门的赌场出现了这个场面 所以他不是一个单纯的 说中国共产党制裁台湾政府 太窄了 太利益了 这是一个大的背景的环境 这种大的背景的环境 他反映出今天中共上层必须有一个了断 没有了断整个大的范围之内 也会有个了断 德国之声讲说 朝鲜随时可能会进行第六次的核实验 韩国国防部的发言人叫做尚文军 在新闻发布会上讲 根据韩国和美国的情报部门的评估 朝鲜已经做好准备随时进行新一次的核实验 在朝鲜东北部海岸的叫做封锡里 是朝鲜前五次核实验的地点 那如果进行新的核实验 只不过表明朝鲜拥有这一份能力 来强化国际社会对朝鲜 是一个拥有核武器国家的这种形象 而朝鲜希望拥有这一样的称呼 那在国际社会当中我们知道 法国英国中国俄罗斯美国 这都合法拥有核武器 那其实我记得看过一篇报道 说日本只要用一天的时间 以它现在的技术用一天的时间 就可以实现核武器拥有着 只不过它没有做就是了 如果日本拥有这种技术 我相信德国也拥有这种技术 那在这个背景之下 我们就可以看到 那金三胖的这种可笑性 和这种直接会把事情挑爆 因为它完全是一种不正常的状况 一个不正常 就是正常的人要用正常的手法 去制裁一个疯子 那是正常人本身是疯子 对不对 实时务者为俊杰吧 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在持续的过程中 而与此同时周末的时候 香港的苹果日报写了篇评论 把大国玩弄于股掌的金正恩 忠心你看是他 其实根本不是他 这就是相生相克 我觉得这就叫相生相克的道理 对不对 谁都可以单独吃掉他 但谁都吃不掉他 为什么 因为他们之间的问题 文章讲得很直接了 美国日本韩国中国乃至俄罗斯 加在一起的经济实力 足以把北韩改头换面 但是五个国家的核导弹武器加起来 把北韩可以变得寸土不生 就是这样 结果这五个国家却被金正恩 顽弄于股掌之中 当猴子耍 只要顽童 也就是金正恩 试射一个中程导弹的话 那随便弄点本钱 成功失败无所谓 但新闻热点一定回到金三胖身上 而其他的任何人对他无可奈何 他讲的通篇就是这么个道路 对吧 也谈不出什么解决的办法 我觉得这里的关键就是北京的态度 而北京不放弃金正恩 就是他抱着共产党不放 所以会玩死他自己的 谁玩死他 如果在朝鲜半岛出现更激烈的变化的话 会直接导致北京的崩溃 你信不信 这就是真正拴在一条线上的内在的原因 外部拥有什么无所谓 金三胖什么都没有 可以把你们玩在手里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